那是我的爸爸 他置身的我体 听听听 我怎么出门不穿衣服是吗 出门着急忘穿了没 作文怎么又写我的爸爸呀 跟我有仇是吧 你给我念 想必大家都有爸爸吧 这篇作文就是关于爸爸的故事 它是一个下午 跳阴沉沉的 下起了捅坡大雨 不是 瓢坡大雨 怎么是捅坡大雨呢 瓢坡是夸张手法 突出雨下得很大很大 好 我妈带伞了 看见身边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 我心里很着急 当我想怎么回家的时候 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我的爸爸 他置身我体 听听听 我怎么出门不穿衣服是吗 出门着急忘穿了没 这要偷出爸爸对你的爱是吧 好 继续 一路上 父亲把伞撑向我这边 他浑身上下都被流失了 多家就发现 爸爸发了九十度的高伤 九十度 天上下的是开水雨 你爸我马上就要说透了 我好感动 我伟大的爸爸 我爱你 你是不是被我的父母感不哭了 我是感动